中國大陸江蘇省的部分地區 最近遭到龍捲風及冰雹等嚴重災害 據中國大陸媒體報導 災害導致近百人死亡 多人受傷 北京市民政局公布了 為江蘇救災捐款的賬號 不過僅僅在2個小時內 就收到了7萬多條的微博斥責評論 最後不得不被迫關閉評論 那麼為什麼中國大陸民眾 對救災捐款是這種態度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詳細報導 6月23號下午 大陸江蘇省延城市 富寧縣 涉陽縣 遭遇了特大龍捲風和風暴災害 造成大量民房 廠房 學校教室倒塌 部分道路交通受阻 據大陸媒體初步統計 截至24號晚8點 龍捲風暴和冰雹已經造成至少98人死亡 800多人受傷 其中富寧縣8000多戶的近3萬間房屋被損壞 兩所小學的房屋和8棟廠房受損 4.8萬畝大棚損毀 涉陽縣房屋受損倒塌615戶 龍捲風暴和傾盆大雨還同時襲擊了 延城市的周邊地區 市郊的風力達到12級 但富寧縣的一位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證實 當地氣象局事先並沒有向民眾發出任何預警 災難過後 各地民政部門開始組織民眾捐款活動 據瞭解 中國新聞網微博在公布了 北京市民政局為江蘇救災的捐款方式和賬號後 兩個小時內就收到7萬多條的微博評論 斥責和罵聲一片 24日早 該微博不得不關閉評論 其中一副網友所作對聯流傳很廣 其上聯是 對外援助減免貸款大筆一揮十分瀟灑 下聯為 對內逼捐推卸責任貪得無厭一等下流 一位網民質問 僅僅一個7月 中國就無償捐獻給外國1230億元 可當自己受災時卻要百姓捐款 還有網民抱怨 一出事就找百姓要錢 之前地震發霉的捐款不知道哪裡去了 中國人民覺醒了 已經發現這個政府 這個黨 他在每次可以欺騙我們 每次每天 他在奪協我們 甚至叫收穫我們 掠奪我們 你看 中國人民 封殺了這麼多財富 我們中國人民沒享受到 看命看不起 讀書讀不起 買房買不起 買不起 我們中國的食品 我們的物價 是全世界最高的 重慶市民韓良表示 以前中國哪個地區出現災難時 民眾會齊心協力捐款救災 小孩會拿出自己的壓歲錢 老人平常捨不得吃的養老錢 也都拿出來捐 甚至連乞丐都會捐款 但是貪官卻大肆貪污老百姓的捐款 這讓大家太心寒 浙江湖州作家吳斌則說 中共當局經常向世界各地 幾十億 幾百億的大撒幣 中國人有災了 他們卻不管 要老百姓捐款 老百姓發洩心頭的怒火和怨氣是必然的 納稅人的錢是取之以民 用之以民的 就是他們就應該有責任去居住 有責任去救災 不應該我們要我們老百姓再捐款 他們的參觀一參就參那麼多錢 參幾十億 幾百億的 這錢隨便去搞費點就夠救災了 此外 中共地方官媒的救災報道 江蘇富寧救災現場 奮戰之後的消防官兵洗地而睡 引發了網民吐槽 有網民表示 龍捲風救援隊的休息現場 連衣服 鞋子 鞋底都是乾淨的 中國新聞部門 你們不敢追問洞服渣工程 導致無數人死亡也就算了 連演戲都這麼不專業 現在宣傳部門它的思維要停留在那個老毛的時代 那種造假就是不在乎老百姓相不相信 那時候就是母產三萬斤 因為那個老百姓接觸的事物少 就是那種酬勞簡單 不會質疑 也不會去懷疑 也不會去反駁 現在有的自媒體 有的微博 有的網絡 這些忽悠很容易被撕破 而且被嘲弄 不過 吳斌感嘆 製造假新聞對大陸的宣傳部門來說很常見 他們要的是讓上級高興 給他們獎勵 他們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嘲笑